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 冒着大雪 开着越野车进到大山深处露营 这是什么神仙体验 在车辆进入雪地之前 需要对轮胎进行放弃 降低胎压 以便在松软的雪地上增大接触面积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四台车已经排好队形 正在网山里进发了 四台车分别是开头的路虎 第二用来装载物资的猛青 还有第三的吉普 排在最后面的是一辆雪佛兰皮卡 想必这样的场景 对于每个喜欢开车探索的南海来说 都是无法抗拒的 四位老司机相互之间的沟通 依靠对讲机完成 今天的目的地是在天飞之前 找到一处相对平坦的开阔地 然后在车中间搭建帐篷露营 而美国冬季大山的积雪 已经非常厚了 哪怕是四台车都经过了底盘升高 更换了大尺寸的越野胎 走在松软的积雪上 还是非常费劲 但路要是好走 这几个富有探险精神的老外 也就不会选择这里了 刚出发没多久 排在最后面的雪佛兰 就遇到了线车 面对通行阻力极大的路况 跟沉重的车身 位于车头的脚盘 根本不足一把雪佛兰 从雪地中脱困 好在车队中的老司机经验丰富 利用滑轮组跟前车配合 放大拉力后 成功地将线车的雪佛兰 完成脱困 排在二次的猛禽跟雪佛兰 主要装载车队所需的燃油 食物 修车工具 露营所需的装备等等 这一路走来 都是路虎排在车队前方开路 车铃虽然不小 但动力十足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鸡血非常右后有扎实 排在最前面的路虎 只能往复地对雪地救星冲击 利用惯性开出一条路来 后面的车 只能看着路虎在前面表演 冬季的夜幕来得非常快 差不多再往前开一段路 就能抵达前方的露营地点了 可以看到此刻 路虎面对更深的积雪 已经完全开不动了 只能换后面 动力更强重量 更大的猛前来开路 由于担心最后面的雪佛兰发生线车 路虎跟吉普决定将后面三台车用拖车绳相连 关键时刻可以拖一把雪佛兰 别看猛禽是一台皮卡车 在许多非铺装路面的通过能力 跟很多硬派越野车厢比较 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来到一处空旷区域后 四台车分别停在迎风面 用来抵挡夜晚的寒风 拿出露营所需的设备跟食物 利用移动电源 对电烤炉进行加热 在上面放上几块大牛排 吃完之后四人围在帐篷内烤火取暖 可以看得出老哥今天开车真的累到了 一边抚摸着温暖的帐篷 最后检查一下用来取暖的小风扇 晚安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 车坏了